现在当人们提到上网成瘾这四个字 我们可能马上会联想到一个画面 就是一些十几岁的或是二十几岁的青少年 茶饭不思 不眠不休的上网玩游戏 或是一天花上十多个小时滑手机 沉迷各类的社交媒体 甚至无心向学 或是无法专心工作 只顾着当他们的宅男宅女 然后做父母的为他们担忧 但是其实随着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和网络的普及化 老人上网的情况其实也是非常普遍的 于是上网成瘾 就不再只是年轻一代的专利了 很多长者上网也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 最近我就看到一篇 引述中国官媒的报道 在中国有超过十万的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 每天平均上网超过十个小时 有的也是一样 熬夜玩游戏 追剧成瘾 三餐不顾 有的只是沉迷网络购物 或是成为某些伦理剧的粉丝 不断地花钱给偶像买虚拟礼物 这些老人都声称 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滑手机的手 跟有些老人 因为玩手机的时间太长 而出现像晕眩 恶心这些不太适应的现象 这些老人的行为反而倒过来 叫做儿女的为他们忧心了 其实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就提醒信徒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 但无论哪一件 我总不受它的挟制 旧约圣经箴言二十五章二十八节也说 人不制服自己的心 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缘 作为成年人或是长者 我们可能满以为自己身经百战 什么事情没遇过 谁知道这新科技 确实让无论新的一代或老的一辈 都很容易深陷其中 可见我们不管在任何年纪 无时无刻都要警醒自己 才不至于陷入迷惑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手机上瘾 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您的留言分享哦 也 rechts费 es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